我減肥的,不知道如何減肥 不怕,今天先割掉了 原來這個青咖哩來說 你自己配一些東西 很快就在家裡都可以做到 效果都不錯 我都喜歡吃咖哩 今天我配過豬頸肉 所以叫做青咖哩豬頸肉 豬頸肉來說,你可以買一成塊 但方便來說,買一些切片 因為切片的,很多人會用火鍋 用炒也行 所以你可以買一些切片 方便自己 豬頸肉比較好,爽一點和軟一點 對,煮的時候又短 但怎樣煮也好,不會太硬 但你買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像今天買的,我也會稱讚自己 它是急凍的 買的時候你要怎樣看 少一點白色,少一點粉紅色 多一點的,就代表它沒那麼肥 買回來之後,很容易地鬆開 你就可以調味 豬頸肉來說,你可以放些魚露 用魚露來醃 有一點香味 燒豬頸肉,我們用它 用一些魚露,魚露是鹹的 所以我會加一點糖 先把這個拌一拌 切片很薄 切片很薄,醃的時候也不需要太久 煮的也是 所以想做一個自己家裡做到的青咖哩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薄片已經切好了,又快熟 又方便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加生粉的爽度 好 我配些甚麼加進去 我有些洋蔥 洋蔥切條 兩者要你幫我炒 好,沒問題 炒了之後,我才加進青咖哩的汁 青咖哩汁裡有甚麼 主要是買青咖哩的醬 在哪裡買 一般是泰式的雜貨店 或是香料店都會有 這個可以在那裡買 有包包的,是辣的 很辣 也不是很辣,但挺清香的 待會要試一下 一至兩湯匙,你自己欣 這個呢 就叫做檸檬葉 它叫咖啡蘭葉 不香,我聞到檸檬味 你試一下,直接聞就不行 你撕開它,輕輕撕開 現在沒有味道 香得很交官 我好像去了泰國旅行 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很香 因為它的清香味 其他香料不同 炒香 是嗎 這個不要學會 我們待會放下去 放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撕開一下 好 二至三塊 我就喜歡這個味道 好 除了這個之外 我爆的時候有些乾蔥 調味的時候 可以加一點清檸 帶有一點香味 因為我會有椰汁加進去 吃這個味道會舒服很多 這幾樣東西就加進去 還有一樣東西加進去 這個叫泰國茄子 這麼有趣 它不是知識的 不是 它是泰國的 這個好處就是 你怎樣煮它 它不會跟我們廣東茄子 是…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但用的時候 你切大小 你自己要均勻 不用切開多多 總之就不斷碰碰碰碰 切合它便可以 但有一個不好處 它很快便會變色 所以… 如果是蘋果會生手 對 好,這個就是我預備這邊 有所有東西 開始了 好,我做這個 你做兩件事 炒豬頸肉 炒豬頸肉 還有一點油 好 然後就加,不要加太多油 因為豬頸肉本身比較偏肥 炒豬頸肉 加上洋蔥 炒至剛剛熟 我趁著這邊 我做咖喱醬 咖喱醬 我有些甚麼在這裡 咖喱醬 我有些乾蔥 用來炒的 先把它揉開 對 你真的記得 我只是看你的 不要這樣 你每個步驟 告訴我我才會煮 否則我真的不會 有些顏色的 實在有時候想想 你就會知道 變成生的 就炒了它 是 生的,想要配香味的 像今天洋蔥 或者今天這裡 那些乾蔥 來爆香的咖喱 都是好的 已經聞到很香 好像今天煮的青咖喱 實在你這樣買一包回來 都是青咖喱 是 但是如果你自己 加一點東西 味道就會更加好 所以洋蔥有味 可以… 可以加了 可以 好 我先把乾蔥爆一下 是否比較香 對 然後… 我覺得乾蔥很多時候 那些醬油會比較香 然後我又加上咖喱 是 然後攪拌一下 這樣… 很厲害,洋蔥 真的很厲害 你那邊也厲害 我這邊也厲害 熱眼的洋蔥 我可以把這個 倒進椰汁 炒進去 炒咖喱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 早知加了椰汁 就可以軟了一點油 因為要有一點油 咖喱才能推開 是 想那麼肥膩 就像我現在這樣 炒兩炒 你可以把它加起來 然後把它一邊拆開 加了洋蔥 我覺得整個菜的菜 很香 對 現在我再加材料 例如我喜歡加一點糖 一點鹽 一點鹽 這兩樣要一邊加下去 我會加上茄子 煮 一般要煮多久 這個嗎 我想也是幾分鐘就可以了 這洋蔥我想炒熟 多一點 好,那你幫我做 你喜歡的 泰山會很辣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覺得椰漿 比較稠 有些會覺得太過濃味 可以加一點水 實在是很隨意的 好了 記得剛才說的檸檬葉嗎 對 我又將它加進去 現在加進去 不是加進去 要撕開它嗎 撕開它 也要撕開它才有味道 撕開它這樣灑下去 你喜歡切都可以 不過我覺得 撕葉這些我隨意撕下去 也可以 像家庭式這樣做就行了 好 這個要變成怎樣 都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了 豬頸肉其實差不多熟了 好,那你可以關火了 是 等我這個 茄子軟一點 你就可以加進去 好 記得這個茄子不會很軟很軟 所以你可以把它切細一點 然後這樣煮一下 你把青咖哩放進去 不用說 你聞到香味嗎 要加椰汁 那個味道是… 好,現在我想你 把那幾樣東西加進去 是,這個 全部倒進去 好 除了這個豬頸肉 你可以用雞肉 是 可以用雞翼 都沒有問題 我又把它倒進去 你不如給我試一下味 好 很辣 試完味之後 我可能會加一點檸檬汁 夠鹹嗎 不夠,要加一點了 夠了 夠了,是嗎 剛才加了一點,夠了 夠了,夠了 夠了,夠了 夠了,甜味夠了 很香 我可以加一點檸檬汁 你給我拿 好 因為你試了味道 你只要加一點點 調起味道 這個很方便 不用說 這東西挺有趣 好,我先炒好 算是中辣至大辣的程度 你覺得這麼重要 有的,也有的 如果你真的到這個時候 朋友吃的時候 太過辣,你會怎樣做 加一點糖 對 加一點糖 很幸運 突然是考試 幸運 幸運 你可以加點水 加點東西 但這樣會變淡 不如你加一點糖 拌勻 因為咖喱 我發覺有時候 第一口沒有那麼辣 越吃越辣 越吃越辣,對嗎 不是叫你送飯 不是叫你封口吃 好,現在我們可以完成了 上碟 上碟 這裡不止一個人的份量 不過我也有給一個人的份量 青咖喱普遍是辣一點的 對,辣一點 辣一點 比其他人的咖喱 比較香的味道 味道比較香 還有一樣東西我還沒加進去 你幫我 那裡有些芫荽 雜肌… 芫荽放上去 其實芫荽放進來吃 青咖喱也很好吃 太好了 這個就是了 吃了今天的豬筋肉 青咖喱 työ 腦筋肉 快跳 蛤 快跳 很開心 謝謝安D 讓我學會多一個菜式 記得 山女 真的 很快 謝謝安D 讓我學會多一個菜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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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